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被捂上 立马就晃动脑袋剧烈挣扎 秦宇一看这俩人都不要命 也不好控制 随即立马回头摆手 打打打的 老毛得到指示 带队就冲进了胡同 众人赶到秦宇身后 举起枪把子一人一下 直接将两名匪徒的脑袋砸得鲜血横流 暂时失去了意志 露露 秦宇起身喊道 破门 哗啦哗啦的 雷鸣顿系列的防暴喷子被警员撸动的声音极为清脆 扛扛扛 三声枪响暴起 铁门板碎裂 老毛白手喊道 战术队强 推荐 秦宇文声带着十名正面冲的警员第一时间冲进室内 但是一进屋就傻眼了 一楼走廊狭长并且光显昏暗 隐隐约约能见到走廊尽头有一个铁制楼梯 妈的 快速推进 人肯定没在一楼 秦宇只简单地扫了一下地形 就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了指挥 两侧警员文声吼 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三秒后 通往二楼的铁制楼梯上方 有俩人端起自动步 连招呼都不打 就疯狂地向下射击 别撞 压一下 二组 有射击条件吗 没射击 楼梯拐脚 两个自动步 康康 枪响 警司手里的狙击手很少 所以这次行动并没有纯居作为支援 可经验丰富的外勤警员 在近距离使用自动步的准头还是有保证的 外部楼梯埋伏的那一组在得到命令后 透过玻璃 两枪就将卡在二楼口的匪徒给击毙 尸体顺着楼梯滚下来 秦宇才白手喊道 进 呼啦啦的 秦宇带着突击队迅速通过楼梯冲上了二楼 客厅内光线极暗 只有外面的月亮能隐约照射出屋内的轮廓 秦宇额头冒汗地往前走了三四步 低声问道 怎么没人 二楼看见有人跳楼了吗 没有 我们的角度看不清楚可定的行动 秦宇眉头一愣 当狼一声就在这时 秦宇 左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秦宇 刚冲上来的老猫很紧张地喊道 我中奖了 踩线了 秦宇闻声回头时 老猫队里的一个警员已经蹲在地上 准备用手试探地去摸雷线 别动 不是线的事 我踩雷上了 众人闻声短暂一震 随即立马后退 守住了客厅口 因为他们怕屋里还有人在藏着 秦宇迅速拔出腰上的手电 蹲在地上 简单照了一下卫生间门口的位置 话语简洁地说道 猫啊 你退一步 有退肯定没 要是不退 那你抬脚 我用枪给雷打出去 你能打准吗 不好说 不清楚雷改没改过 玩呢 啊 不好说你说什么 你打不准我命都没了 能打飞 腿不用没 咋整 你给个话 老猫沉默半赏 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嬉笑之色 保腿 好 三个处 你抬腿 其他人退后 三 二 一 抬腿 老猫闻声不敢犹豫 抬腿就向后撤 秦鱼抡着枪把子 宛若打高尔夫一般 将他脚下的雷打了出去 哗啦一声 雷击碎玻璃冲出了室外 但是数秒过后 室外却一点声响都没有 老猫有些虚脱地蹲在地上 他妈 他妈的 咱没想呢 假的 是假嘞 二组看一下 周围有没有异常 话音刚落 左侧的突击队员刚要迈步往前走 身体无意中碰到了墙壁左边的柜子 却发出一声奇特的声响 众人闻声愣住 老猫脸色苍白地吼道 妈的 这个是真的 啪呀 防爆盾直上 两个手持防爆盾的警员跪地刚把盾支上 眼见就生起了一团烈火 轰隆一声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三名没来得及躲避的警员被无数碎片扫倒在地 在爆炸中瞬间失去了生命 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千语趴在室内地板上 耳朵嗡嗡直响的吼道 屋内肯定没人了 他们跑室外了 二组 二组 注意观察 室外 妈的 狗是闻着老马的味儿来的 这个人太不专业了 有没有可能卖咱们 不可能 他还指着我吃饭呢 快 给狭帕子打电话 让他过来接一下 快点 不然出不去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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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